张化有家长投诉了儿子就读国中三年级 却在放邪途中被学校的管理组长开车拦下 老师不但在路边连续呼 同学两个巴掌导致脸颊红肘挫伤 面对家长理论时 老师还一次提供了造假的行车记录器 而最后家长自己扮演柯南 找到附近民宅建设器画面还原真相 一辆轿车急驶而来 拦下走在路上的学生 男驾驶下车之后不由分说 直接两个巴掌打在男学生的脸上 吓得他落荒而逃 被打的国三男学生 左脸颊一片红肿 但是最离谱的是 打人的竟然是学校的管理组长 就往我脸上打两下 还说现在在外面 我要对你怎样都没关系 我吓到我就往前跑到前面的小巷子 就读彰化一件国中三年级的学生 因为放学排队问题 被老师处罚罚证 返家途中 这名老师却开车追上来 拦下学生还出手打人 但让家长最不能接受的是 老师疑似还提供 造假的行车记录器 还好家长自行向附近的民宅调阅监视器还原 事发经过 一些言语上面 学生对老师之间是有一些冲撞 处理的过程 老师可能情绪被激怒了 所以他有一些 最后有动手的事实 校方除了表示歉意 也先暂停这名老师的行政职务 将召开教评会进行处理 不过因为师生双方 沟通不良起冲突 老师就动手打人 家长气不过 坚持提出伤害告诉 记者林旧林一峰 彰化报道